中文字幕志愿者 传统疗法科的主任 陈秀华教授 跟大家讲讲 春节养生的话题 欢迎收看 健康法分、健康生活更纷纷 大家好,我是何韻 大家好,我是钟医生 钟医生,今天年初九 首先跟大家讲讲晚年 祝各位马上精神,马到成功 还要身体健康 永远好像我们健康100分那样健康 同时请了三位嘉宾 一起跟大家拜年 有请小坦、浩耶 还有郭德仁 有请三位 你好 祝大家马上有福气 我说什么好 什么都好,马上什么都好 我喜欢大家像我的名字 欣欣向荣,开开心心 今天这么欢喜,过年的日子 未过世15分也算过年 虽然上班了 但我相信假期终合症应该还在 而且我的食物可能还未消化冠细 没错 因为一年吃七天 其实这几天大家会否觉得 自己吃得相当丰盛 我很害怕会否胖了一大圈 我一定是披菊 吃完就扔扔,然后又吃了 我就叫披菊 这不是叫直腸直肚 吃完后直下 你吵架吗 垃圾桶 我常常在年初一时吃齋 吃齋后,年初二至年初五 一直吃下去就吃了 找一些叉择来吃 对,没错 原来是吃齋 对… 吃齋也好 好 其实无论吃什么 最重要是适量的 很多人过年后都会跟我们说 吃到人很激烈 而且反正很迟钝 制得来又濕 因为过了年后就立春入了春天 春天的时候特征是比较湿气重 其实三位有没有试过 觉得自己很湿气、很湿气重 或者很湿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 都觉得整天都湿气重 所以整天都很眼眷 整天都很累 但是春天又会特别是 跟我们的天气土壤那样 可能都有关 因为珠江水都是寒湿那类的 所以吃东西通常都不会吃那么多 因为过年很多油脚、花生 很多都是热气的东西 所以变成一定是濕濕濕濕濕 濕濕濕濕的样子 究竟这个湿气重的时候 应该如何应对 如何将这些土厌的湿气排走 是我们今期的主题 是 我们请出权威专家 刚才三位嘉宾提到了 饱滞、没有精神等烦恼 接后应该如何来调整我们的身体 立即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 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科主任 博士生导师,陈修华教授 跟我们讲解春节养生的话题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皇帝内经我们说 春天是熟木入肝的 我们知道五藏里面 肝木是黑皮肚的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因为它煮生法 肝木太旺盛的时候 脾胃功能就会受损 我们知道广东人特别容易湿气重 尤其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 到了春季立春之后 就特别容易出现脾胃湿困的症候 我想问一下主任 其实春节过后最常见的综合症 会是什么症状 其实春节过完年大家都很开心 上班第一天就会出现过度疲劳的症状 其实这个属于亚健康的状态 比如说腰背酸痛 人体不起精神 然后因为夜睡 开心和熬夜 就要出现一些阴虚的症候 比如说口干 眼干 鼻干 然后出现口舌生瘡 这个就是阴虚火王的症候 还有有些人喝得多酒 喝醉了 你喝大了 就会出现酒伤的症候 就会出现胃腸功能的不调 比如说容易出现腹脏 恶心 嘔吐 反胃 严重会出现一些大便的唐烂 或者是反酸这些症候 遇到这些情况 又应该怎样去调理呢 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其实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饮食有一个原则 是以清淡为主 因为春天是熟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吃太多酸性的食物 因为酸在五味里面是入肝的 如果酸味吃得太多 就会伤人的脾胃 而且会助长肝气 肝气太旺 就会损伤人体的脾胃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干木是咳皮肚的 再一个在饮食方面 我们以清润甘甜为主 因为甜味是入肝的 在这个时候能够助往肥胃之气 刚才也说到春天回来之后 很多立春因为放假 春节 大家大鱼大肉吃得比较多了 用于损伤人体的肥胃的正气 所以这个时候就以健脾和胃消制 为主要的饮食的原则 如果在食疗上有什么粮方可以消制 因为吃了这么多大鱼大肉 这么多天 其实也想转胃口 实际我们很多东西都不对 我们吃完都很滑 我们通常会喝点醋 苹果醋 或者什么一号 喝茶 实际酸的东西 刚才说到陈教授说 不一定很合适 其实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 非常好的消制的一个粮方 就叫做菊牙麦牙煲山渣 常规我们用那些 炒菊牙、炒麦牙 或者炒山渣各30克 用水煎好之后 当作凉饮、茶饮 这样喝就可以了 一般一日喝两到三次都非常好 它有健脾、消食、和胃、清肝的作用 除了这个方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呢 如果有些人喜欢吃粥、烧制的 我们就推荐有一个 陈皮、福灵、耳米、磁石粥 我们知道陈皮是广东三健堡 陈皮、三姜、老姜、和港草 其实陈皮是以生活的陈皮为道地药材的 陈皮它有芳香、行气、有消制的作用 而乙米、磁石或者淮山这类的药材 都有健脾、开胃、去湿的作用 所以特别适合春节之后 暴饮暴食引起饮食不调 肥胃不和的人群 春节暴饮暴食 加上作息不规律 容易出现食制、酒伤和过炉等问题 这个时候进行必要的调理很重要 由于节后进入春天 调理要把握清润甘甜 健脾消制为主 刚才提到的山楂牙饮 和陈皮腹苓二米粥 都是很好的消制方法 食制可能是春节期间 每一位观众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食制呢 除了食疗, 食制还有哪些甜美方法呢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健康考题 食制有什么症状呢 A.打脚 B.腹脚 C.嘔吐 D.便秘 E.口臭 每个人都像 饱饿吃饱饿 一定是, 饱得太饱 刚才我问过熊爺 我说是否口臭 当然算了 那谷掌里面会吐出气 所以口臭 对, 我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这样看 A.B.C.D.E.其实也是 全部都属于食制 起码疲惟不畅通 两位美女加一位知心英俊 都觉得A.B.C.D.E.传选是正确答案的 主任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其实主持人和三位嘉宾说得非常正确 五个症状都属于我们说的食制的症候 这些还是属于比较轻的症状 如果严重的 还会出现呱吐、腹痛 或者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 有些时候严重就要去看急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多数有两种情形 临床称为实症和虚症 实症是因为饮食不折 暴饮暴食造致它的食制 而虚症指的一般就是年纪大 或者是脾胃虚弱的人群 它因为饮食不折而导致的食制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阵营 其实我觉得很矛盾 食制了之后 其实我们还可不可以用食疗这种方法来调理呢 越食越制 是的 我觉得很矛盾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其实中医有药条和药线这个方向 我们刚才说的山楂谷牙牙这一类 都是开胃消食的一些中药的饮品 而在临床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会推荐大家一些食疗方 比如刚才说的沉皮二米磁石粥 就是通过粥来清腸位也可以消食 因为每天我们都要进食 因为三餐是少不了的 在食材里面我们加入一些对人体有健脾消食的中药材 对人体有一举两得的作用 而且流食相对于固体来说可能更加容易消化 而且前提是不像以前那样吃了 不可以 OK 吃完那些再加上这些就更加制了 除了内进之外 还有没有外用的方法可以帮助 调理一下食制了的情况 我推荐给大家一个越位按摩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学习 好 我们一起来试 哪里 我们现在来讲讲有两个鱼位 有消制的作用 首先我们找到土匙 土匙在这里 土匙在池旁是三横子 用你的手同身串 打树 池旁是三横子 这个鱼位双则取悦 这个鱼位就叫天书穴 这个鱼位我们用手空掌 两边这样敲打 这样敲打 有些严重的我们可以用母子的指腹来按压 叫指针疗法 顺时针这样按压 因为这个鱼位是非常特殊的鱼位 它在竹阳明慧经上面 同时在池旁两寸 双则取悦 它是人体的大肠的毛月 所以能够调大腸 能够润腸消制 这个是第一个鱼位 而第二个鱼位叫中庭月 这个鱼位也非常特殊 我们先找到土匙 土匙在中点在这里 池上四寸 在福正中线上 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任脈上边 要取将这个鱼位怎么办呢 我们找到中庭月 中庭和神厥 也就是土匙 两点连线的中点 就是池上四寸 这个鱼位就叫中庭月 其实都畏了 这个位置是否那个鱼 这个鱼位 这个是中庭月 我们叫空建联合交回处 这个是中庭月 还有这个神厥月连线的中点 其实那个是个胃 这个就是中庭 中庭这个鱼位非常有名的 这个鱼位又叫做胃的毛月 所以它能够和胃子偶消制 可以用这个鱼位 两边就是敲打 中间就是按摩 如果你觉得敲打的力度不够 也可以双则去按摩 我想问一下 如果有些大到 好像五个月那些 那是否可以双则 孕婦是不能做这个按摩 当然 就是啤酒肚那些 那些都没问题 但会不会难按一些 它的脂肪太厚 你只要找了这个月位 用力去按摩 好了 刚才三个月位 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除了月位之外 很多朋友都觉得 食制组 运动下 是最有效的帮助消化 有没有什么运动 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其实有一个很轻松愉快的动作 我可以教一下大家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好 这个名字叫做 调理脾胃衰单举 我们平时站立的时候 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 两脚分开 然后沉肩随爪 一种轻松自然的状态 站立位 然后我们在提起双手的时候 掌心是向上的 提到空前的时候 就开始变了 左手的手掌翻转 然后掌心向下 右手的掌心向上 一直分开来拉 拉到头的时候 将掌心向上朝天 右手的掌心向上和向下 两个相反的方向来拉伸 我们的左手的掌心 用力向下压 有一个向下压的动作 而右手的掌心向上顶的动作 这个向上和向下的拉伸 是在一个同时的状态下做的 在调理脾胃的时候 就用这个动作 同时调整人体的呼吸 就是一个向上 然后相反方向 我们在空前交叉 然后左手的掌心翻上去 右手的掌心翻下 到头顶的时候向上压 右手的掌心向下压 这个就是一个调理脾胃 需要单举的动作 非常简单 这个是八段紧的其中一个动作 这个调整脾胃的动作 是以人体的呼吸来调整的 吸气的时候就会向上 呼气的时候就会向下 呼吸的节律 就调整了我们这个手 和人体的呼吸的频率 最后那时候我们向上 向下 在空前交换 然后掌心同时向下 有一个好像打太极的时候向下 收势 收势的动作 那做多少下这样拉伸呢 20个来回就可以了 一天做20个来回 每次做20个来回 好的 可以调理人体的三招脾胃的戏机 吃饱饭都可以做没问题的 过半个小时之后才做 其实如果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都会发觉这个动作 就是八段紧的其中一个动作 只不过我们可能练习的时候 不知道它原来对脾胃有一个调理 单单拿出来 可能单对脾胃就比较好 而且做的次数相对比平时多一点 春节期间吃多了大鱼大肉 如果出现腹脏、吐心等症状 可以按摩或者轻轻敲打 天书、中丸这两个月位 见效很快 如果对月位不熟悉的观众朋友 可以按照陈主任介绍的 运动方法来练习 也可以调理三招和脾胃 有空记得练习 春节吃多了会食制 牙齿过多就会出现过劳 过劳又应该如何来调理呢 来看看第二道健康考题 过劳是如何造成的呢 A. 谈濕 B. 大鱼大肉 C. 牙齿 D. 压力过大 我觉得应该谈濕 谈濕就会影响看来的 调理和平衡不太好 牙齿一定会过劳 你牙齿还不累就还不过劳 我觉得压力过大就不过劳 精神的过劳 只有两个选 对 那就AC 我觉得C.D. 我选择大鱼大肉和牙齿 因为大鱼大肉一定是令到功能 烧 混乱了 这一段为何不过劳 牙齿都累了 是吧 大鱼大肉 不需要脚 气功都累了 虽然累了 四个选项只有八个组合 是吧 现在我们要说三个 现在说三个了 你们两个怎么看 为什么打个性 来个性组合 重不重呢 重不重呢 主要不用问 是 过劳有什么症状呢 是怎么造成的呢 如果春节应酬多 喝多了酒 伤到干肾 又应该怎么调理呢 下一节回来 陈主任将会继续教大家 一些非常实用的食疗方法 和按摩方法 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吃的任何食物 都有可能酸食牙柳质 新高露杰360 收获牙柳质牙膏 可以帮助减少细菌滋生 减少牙柳质被酸食的可能 牙柳质更强健 新高露杰360 公司骨质 筋骨疼痛 肾虚腰酸 体胃虚寒 红毛药酒 每天两口 药酒之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来您红毛 中华老字号 上下 过奴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三位嘉宾又答得对不对呢 马上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其实送我红蕊说得对 是 C和D C和D 过奴,我们知道春节 或者平时加班加点 或者熬夜都会造成症状 中医来说主要有两种症候 一种就是我们说阴虚症候 阴虚我们知道 会有口干、鼻干、皮肤干 或者是口舌生瘡的症候 就是虛火上了 严重会出现头云、耳鸣 或者记忆力减退 女性还会出现愈事不调 或经量减少这些症状 而另外一个就是干屋化火 干屋气制的症候 很多时候跟工作压力大 或者学习 生活压力大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春天是熟木的 而木在五状里面它是熟干 干是要煮星法梭蝕的 由于干屋化火、干屋气制 就会造成情绪的抑郁、焦雷的症候 这些亦造成过路的因素 原来这个认识 可以纠正你们刚才有很多错误 因为大鱼大肉是一种享受 不是辛苦、不是过路 亦感到其为功能 其实大鱼大肉也很辛苦 也很辛苦 其实大鱼大肉很多时候 春节或平时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它属于食制的范畴 它就不是属于过路的范畴 原来 那谈濕呢?谈濕是属于什么问题呢? 谈濕其实我们刚才讲过的 因为人体有些人会出现脾胃不调 或者脾胃气制这些症候 它就特别容易生痰 中有的话叫肥人多谈濕 所以一般女性在45岁之后 往往出现一些向心性的肥盘 就是腹壁的脂肪比较肥厚 有一些水桶腰这样出来了 这些时候往往就是谈濕作怪了 但是它就不是属于过路的范畴 它属于脾胃不和 谈濕中左这个范畴 那对于过路又应该怎么去食疗来调理呢? 其实食疗我们有两个方式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就是喝茶 因为我们知道广东人很喜欢喝茶 而茶有很多分类 有红茶有绿茶 有半发酵好像铁观音 或者乌龙这一类茶 我们建议用红茶比较合适一些 因为红茶它是偏温性的 而春天我们正需要调理脾胃 在这个时候在冲红茶的时候 我们可以推荐放些红糖 或者放些蜂蜜一起跳过来喝 那是比较好的 普蜜算不算? 对了 我就想问这件事 普蜜算了 普蜜是红茶来的 但是是这样的 陈健身因为普蜜就烧仔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有时候喝完普蜜 我就觉得胃会不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普蜜又太削了 其实有生蜜和熟蜂之分 要结合自己的体质 有些人如果确实有脾腎两虚 或者是阳虚的症候 也都可以放些肉桂那些一起来冲泡 就是你会建议我们放些肉桂下去 如果年轻时压力大或者熬夜 有些肝胆屈火的那些 我们都建议可以在普蜜里放些玫瑰花 或者茉莉花 既有芳香行气的作用 也可以将普蜜的陈莲的味道去辟掉 除了茶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食疗方法? 我们推荐叫做莲子白盒九几汤 莲子一般我们就用五克九 最好能够带芯 因为莲子芯有清芯火的作用 有点苦苦的 微苦 如果白盒和九几 我们知道白盒有溶肺 有酸肺里气的作用 而九几有保肝肾 有滋阴降火的作用 各用三十克 首先我们将这三种药材洗净 然后煲成水 取汁之后拿它来煲汤就可以了 好 刚才我们说到食制的时候 会有些穴位或者运动可以帮助 那过劳是否同样可以这样解决呢? 没错 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穴位的名字 很特别 叫关圆穴 它这个穴位的定位其实很容易取的 就是在前正中上 人体的任默 前正中线上 穴下三寸 哦 即是土穴下面三寸 三寸是四橫子 用我们的四指并笼用同身寸 在一个穴的水平线以下 土穴下面 土穴下 穴下三寸 我们先将这个穴位取准 因为一个众族和横族的一个交汇点 刚刚就是取准这个穴位 取准之后我们用自己的右手 或者左手的拇指都可以放在这个穴位上 做一个点按 按着顺时针轻柔的动作 大概两百次 有什么好? 那我建议最好就是在马克睡觉之前 入睡前做一个顺时针的按压的动作 有保神安神的作用 那除了穴位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运动的方法 可以帮我们疏解一下这种疲劳的感觉? 我们还是讲回刚才八段感的另外一个动作 叫五流七双向后潮 其实很简单 我们也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沉肩随爪 然后两手我们背在后面 两手交叉向后背 然后我们向后潮 先转左边 这样向后潮 脚不要动 不要离地 然后转过来 呼气 在正中位停一停 然后再吸气 再向后转 那腰其实转不转? 腰是转到的 很容易扭到脖子 就是这样两边转 到正中位又再停一停 然后再向后看 看的时候尽量向后 腰的宽子尽量打开 再转过来正中位 非常之简单 这个动作 又大概做多少下呢? 那我们也是二十个来回 可以了 好 好 刚才说了两个提板提的问题之后 又进入我们今天的 健康达人体问题的环节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短片 最近河老白的老友 从外省远道而来 大家相聚甚欢 拿出陈连露酒 决定喝一醉放忧 可白的北方朋友 酒量比较大 而可白长时间没有喝白酒 很快就醉到不省人事 好开心 老婆麦姨回来之后很担心 她听说浓茶可以解酒 于是马上洗了一杯茶 准备拿给可白喝 但是可白的朋友说 浓茶不单不可以解酒 反而会令醉酒醉得更加厉害 喝杯浓茶不解酒 嫂子, 喝浓茶没用的 一向人家也是 凡是喝醉酒都喝浓茶解酒 这些是民间人权 说上加上, 血有浓茶 有更醉 肯定可以喝 以前喝醉酒的人 都是给浓茶喝的 那你说怎样 正问, 喝浓茶可否解酒 我觉得不浓 茶是不浓的 而且我觉得古装片就是这样演 现实生活中浓茶太浓 也是不好的 茶太浓当中 某些物质会变化 加上原来喝了身体血液的酒 其实混在一起是不对的 我觉得最快的办法就是 当我喝到到顶部不行了 我就去扣了出来 嘔吐 这个隔得快 不用把嘔吐出来 即还没到胃的时候 你就扣口 不要吸收太多 好, 三位都觉得浓茶是解不出酒 对吗? 陈主任 我同意三位嘉宾的意见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酒我们知道主要的成分是酒精 酒精过量 它对人体的循环和心脑血管是有影响的 首先酒精进入人体的血脑屏障 它会引起一种兴奋或者麻醉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经常会有互言暖语 或者不言不语这种酒醉的状态 也是一种解释 我们知道茶 尤其是浓茶 它含有茶简 而茶简有利尿的作用 我们知道如果在醉酒之后 酒精进入人体 它会有一个分解的过程 它就会产生一个月泉 如果月泉过快地通过 因为有什么浓茶 它就很快通过神脏来排泄 那月泉进入神脏 就容易对神会产生一定的损害 同时我们知道浓茶 人体有一个心脏兴奋的作用 所以对人体的心脏负担持重座 所以我们不主张醉酒之后喝浓茶 那其实有时喝醉了之后 人很伤的 那酒伤会有什么表现呢 酒伤其实在临床 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种症状 首先人会喝醉了酒 会觉得头云脑脑 严重会有头痛的症状 再严重会失忆的 短暂记忆的上收 传片 不认得人的 传片 第二种症状就是胃长度的症状 喝酒喝多了 首先会出现恶心 嘔吐 胃脏 腹脏 这种症状 所以为什么喝醉酒会嘔吐 就是这种症状 俗称的汤 对, 没错 全中 我试过这种症状全都喝过 但会否嘔吐完之后 没有顶着那么伤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 红爺觉得扣了 扣了出来觉得会舒服 但如果看两种情况 適度的嘔吐 将胃内荣物全部套出来就好了 包抹酒精 过度的话就会损伤 胃黏膜 对温床功能也有种损害 很难控制 难道吐了一些不吐了一些 不是… 我的感觉就是 比如说我喝酒 比如说我绝对喝了一两个 今天喝了两个 已经顶到上去 我胃了 扣出来真的舒服 稍微休息的几分钟 再来说 又喝过 又再喝过 但是… 如果我不扣 如果我不扣 不扣 是他自然到不上去 封出去这样吐 就很辛苦 三天都不舒服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段时间之后 酒精已经进入到血液 因为通过肝脏来代謝 如果酒精通过肝脏来代謝 通过肝脏来代謝 解酒的过程的速度 慢于吸收的过程 他就会出现醉酒 所以每个人肝脏的功能不同 和解酒的能力也不同 也就是每个人的酒量 它的酒量是不同的 如果你的酒量比较大 就像我喝到一斤才醉 有些人喝了两斤就醉了 就因人而言 是的 无论是吐还是扣喉 都是 吐是自然的 扣喉就是技术 知数可能 不是每个人会扣的 有些人扣不出 很伤喉 是的 那怎么办呢? 如何去解酒呢? 大家习以为常的 喝农茶方法 是否真的可以解酒呢? 按摩哪个月位可以解酒呢? 过路可否吃人心来进步呢? 春季饮食甜蜜 有什么禁忌呢? 下一节回来 陈主任将会一一揭晓答案 内容很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公式古术 筋骨腾脱 肾虚腰酸 脂胃虚寒 红毛药酒 每天两口 药酒之病 选红毛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怕空气污染 开始带优兮 怕雾霾 优兮 吸一吸 怕新车与室内甲醛 优兮 吸一吸 优兮带在鼻子里的微型空气净化器 重0.25克 植物精油缓噬系统 湿润鼻腔 阻隔空气威力 分解甲醛 吸一吸 耗空气 U吸 微型空气净化器 有点多了 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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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咬開 好好吃 怎么职呢 吃午餐 起午餐 是 無論是吐還是扣喉 都是 吐是自然的 扣喉就是技術 知書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扣 有些人扣不出 很傷喉 對 那怎麼辦?怎樣去解走 很心急 其實有很多方法 包括食物和藥材 或者藥膳都有些幫助 如果是嚴重的 我建議都是去醫院 通過一些利尿的措施 或者靜脈的滴注 來幫助酒精在體內的一種代償 和保護一定的體液和水分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如果是自己在家裡處理的話 首先我建議喝一些蜂蜜 柚子汁或者牛奶或者醋 這一類的都有一定的幫助 西瓜可以嗎? 西瓜最好不要吃太冷的 常溫的就好 因為你說要利尿 或者西瓜汁那些也可以 好的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大量飲水 飲水可以迅速吸食酒精的濃度 減緩它進入體內血液的速度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但有些人喝完酒 其實會頂住很辛苦 真的不想再喝任何東西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 除了喝東西再進食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換 我們可以用一些瘀蜂按摩的方法 瘀蜂按摩可以解酒 這就是用中醫的傳統理論和經絡的調整 達到和畏止吐、解酒和醒腦的作用 我聽說按著虎口這個位置可以解酒 是真的嗎? 這個瘀蜂 這個瘀蜂是否真的可以? 有一定的作用 真的可以嗎? 但我推薦給大家的是另外兩個瘀蜂 第一個瘀蜂其實很簡單 叫來關瘀 我們在手腕這裡有個碗橫紋 在碗橫紋上兩寸 在掌場新幾件和撈漆幾件兩件中間 這個瘀蜂上兩寸 上兩寸 其實我記得這個瘀蜂好像是 雲車雲船都可以按指暈的 雲車雲船雲飛機 或者慰碗不適都可以用這個瘀蜂 指暈的嘛這個瘀蜂 這個有指吐和位 同時還可以調整心律 保護心臟 因為我知道醉酒人會心跳有些加快 而且瘀蜂或者瘀蜂對心臟都有損害 所以用這個瘀蜂是非常有益的 那麼多久 我們通常用左手來按 左手用右手的目之按 取上這個瘀蜂之後 順時針按壓 大概五分鐘到十分鐘 這樣就非常好 好,剛才介紹了第一個瘀蜂 第二個瘀蜂是甚麼呢 好,我們現在來說第二個瘀蜂 這個瘀蜂更加之重要 它叫做風磁穴 其實這個瘀蜂是一個簡易取悅法 我們稍微側一點 首先,頭部稍微低一點 我們摸到這個頸後部 一個最高點的骨頭 就是第七頸椎 我們把武指和食指放在第七頸椎的高點上 然後順著這個頸椎向上一推 推到後枕部這個瘀蜂 推不動了,頂住了 這個位置就是風磁穴 按下去就會有酸脹的感覺 還有一個方法是自己和自己按 怎麼按呢 我們打側下臂用兩隻手的拇指 放在這個位置向上一推 自己這樣去 推到盡頭這個位置就是風磁穴 我們可以自己和自己按這個瘀蜂 按下去有酸麻醬的感覺 很多時候因為牙夜、看書、工作 長期放下工作 都會有些頭暈腦漲的症狀 我們按這個瘀蜂 既可以改善頸的宮血 亦可以治療頸椎病 所以一舉兩得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陳主任 我聽民間的醫師說 其實解酒的性物就是割根 其實割根花比割根更好 更好是嗎 是 因為我試過有朋友喝醉了 我喝了這東西 他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很明顯可以緩解到症狀 是不是割根和割根花都是解酒的良方 我推薦大家用割根花 因為割根花有醒皮、醒神 開胃燒製的作用 如果割根只是單純有解機的作用 他的力量沒有花那麼強 因為根勁在植物裡 它的性味比較向下沉 而花屬於芳香的醒神 所以我比較推薦用割根花來醒酒 割根花是否都是中藥店可以買到 可以買到 現在也有玫瑰花、蔥茶 用來蔥茶喝就行了 專門的解酒茶、割根花 焗茶? 焗茶 也都可以煲水 譬如說用30克的割根花煲成水 然後加一些蜂蜜一起喝 也有解酒的作用 剛才說到 喝了酒之後可能會吐或湯 甚至扣喉 其實吐完之後胃有點凶 不舒服 第二天應該吃甚麼食物 可以幫助緩解這些不舒服的症狀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吃白粥 或者如果真的覺得很寡 吃不下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一些菜心粒 或者是生薑 薑絲也可以 因為生薑的性味是偏溫 它有和為止吐 吐風散寒的作用 一起煲粥來喝 對我們是比較舒服的 也有調備燒製的作用 儘量都是清淡一點 是不是 飲食以清淡容易消化為主 因為吐完之後 或者是酒傷之後 往往都是脾胃受損 我們以護皮、調皮、清淡的飲食 容易消化的飲食為主 是不是生冷的東西 都是不好吃那麼多呢 生冷盡量都不好吃 因為它會刺激加重胃腸的負擔 我想剛才說到 喝醉之後應該怎樣處理 相當一點實用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遇到這種情況 除了喝醉之後 過爐之後 很多人都想知道 是不是我們民間所說的人心 可以幫助我們解除這道疲勞的感覺 一起看看今天的第二條短片 可白平時很喜歡打麻將 這幾天,幾個親戚過來家坐 可白更加玩慶大發 每天都要跟親戚打麻將 打到凌晨兩、三點 一天一早 可白起床就覺得頭暈眼花,面色蒼白 你做什麼… 我頭暈了 頭暈? 蛋花花 當然了 上幾天跟老闆打得通宵 我說你當然疲勞過度 那人來嘛,很高興的 那不如我煮人心煲雞給你補一下吧 人心煲雞?很補,會上火的 怕什麼?你身體這麼虛弱 我煮人心煲雞是最適合你吃的 嘗嘗… 請問過爐之後,可不可以吃人心進補呢? 中國有句古語,虛不壽補 你本身已經過爐了,真是比較虛弱 皮胃又不好 你再大補,進補,吸收不到 你還可能硬著,更不好 其實很多時候,春節癌夜 經常都會出現肝腎陰虛的症狀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過爐 因為中醫傳統醫學裡面認為 肝是藏血,腎是藏精 肝腎虧,精血不足就會出現陰虛火旺的症狀 很多時候,我們終於認為 木壽時,血而能時,耳壽血而能聽 所以就會出現頭暈、眼花、耳鳴 這些陰虛的症狀 女子也會出現月經的不調 或者月經量的減少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知神陰、補神陰 來達到預防和治療過腦的作用 而剛才短篇講到人心 中醫人心有很多分類 像我們經常說的高麗心或者吉林紅心 它是偏醋的 它的保氣、溫性是比較強的 而在臨床裡面,也有很多 比較養陰、保氣的人心 例如我們所說的花旗心 即是新陽心 也有白糖心、太子心等一類的心 它有益氣養陰的作用 當然還有很多,例如沙心 或者我們所說的一些生曬心 心的分類和品種 包括藥材的等級 不同,它的功效也是不一樣的 回到我們剛才的話題 如果是乾腎陰墟,就應該是益氣養陰 所以我建議用花旗心的部雞 這樣比較好 花旗心是清熱的 對,益氣養陰 不要用高麗心、紅心 高麗心不能用 對,益氣養陰 對,益氣養陰 而且我覺得好像遇到這種情況 還是應該睡一覺才再吃 可能吸收也會好一點 又吃 睡一覺這是最自本的方法 必然的 對 好,那春季呢 大家都知道那個季節特徵在哪裡 我們經常都會說 那春季是否本身 都不是很適宜吃人心去大補呢 其實春天來說 我們應該以梳乾、健脾、養肺為主要原則 因為中醫說乾木是黑皮土的 而春天是木旺之時 它就會損傷或者剋制我們脾胃的氣肌 再加上由於乾氣過旺的時候 它就會反無金 我們知道肺是屬金的 所以在呼吸道或者哮喘 老人家的肺氣腫 到春天容易發病 也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在這個季節 我們飲食應該以清淡為主 以甘溫為主 這個原則 哦,甘溫應該吃些什麼 算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 我推薦有幾種綠色的蔬菜 譬如說韭菜 韭菜我們在春天來說 它既是屬於綠色 它又有新溫、有蔬乾 又有補腎的作用 另外紅棗我都是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古代的唐代的名 現在宣詩廟都說了一個說法 就是春天的時候應該養血 我們知道肝是藏血的 紅棗既然有養血 也有滑血的作用 尤其對於女性 在春天調肝 養血是比較好的食材 好了,又到了今天的健康時間了 來看看現場的觀眾朋友有什麼疑問 陳教授 我做家務就做得多了一些 可能很辛苦 到晚上睡覺就睡得不好 怎麼辦 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我們知道春節大家都很累 其實倒閉頭倒閉下 過路都會引起睡眠不好 在這種情況下 剛才我們也說過 有一個關懸穴是非常之好的 在入睡前按摩這個餘位 能夠幫助安神、定治、保神 還有一個食療科 也有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蓮子八合煲福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蓮子心有清心火 有安神的作用 而八合有酸肺、去濕的作用 而磁實有健脾、去濕的作用 很多時候人太累就濕氣比較重 所以用它來煲湯或煲粥 都會達到一個健脾、去濕 安神、定治的作用 陳主任 我想問你 過年我們吃得太多年貨了 覺得喉嚨又乾又苦 喉嚨痛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 在春節其實吃年貨吃得多 我們也有上火的症狀 因為喉嚨痛一般中醫說就是肺經 肺經是走時下咽喉的 很多時候又引起扁桃腺發炎 或者發燒這些症狀 而口肝苦終於認為是一種肝膽有炎 因為春天是屬於肝入木的 容易肝屈化火 所以很多時候針對兩個不同的症候 它的藥方是不同的 如果口肝口苦 我們推薦給大家 就像下菇草、煮豬橫泥這一類 或者棉芯塵 都是有清熱、疏乾、泥膽、去濕的作用 而喉嚨痛我們可以說 拿半大海來沖茶喝 或者吃綠豆、綠豆沙、海帶 這類的藥膳都有幫助 謝謝神主任 也謝謝三位嘉賓 其實過年最好還是折製一下 不要喝醉酒、過爐 更加不要吃得自己那麼充滿 不是,過年吃少一點 過年之後就不用多補救措施 對吧 就算做甚麼補救措施 其實你身體已經受到傷害了 別忘記,正月十五又來了 不然又吃一大餐 令自己很辛苦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紛紛 我們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掰掰